坐好 准备好了吗 这是我的学生 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本我最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 然后这本书我已经读了蛮多遍的 就是 墨菲定律 那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墨菲定律 可是这本书呢它其实讲了非常多其他的定律 不止只有墨菲定律 应该是有70个左右的别的定律 所以呢我会挑几个我自己非常感同身受的定律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首先呢就是墨菲定律 大家都知道墨菲定律讲的是说如果有可能出错就一定会出错 这句话听上去很消极是不是 其实呢它的核心是告诉大家要提前充足做好准备 也就是说你提前如果能够预见会发生一些错误 那很有可能这个错误就会发生 所以这并不是悲观呢 其实它的意思是要你充足准备好 那我现在就跟大家讲一下墨菲定律是怎么产生的 那这本书上就在讲说在1949年的时候 工程师爱德华墨菲在参加了一项火箭减速超重实验的时候 这个实验呢是需要将16个传感器固定在受试者座椅的支架上 然后需要按两根接线 然后一旦接返的话就无法正常读取数据 就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就是这些传感器安装完之后 墨菲尚未发现这16个传感器 接线居然无一例外的全部接返了 可以相信吗 是不是很笨 这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你有预见说他们有可能能接返 那他真的有可能会接返 所以墨菲定律其实是告诉我们 一任何事情都不会像他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二所有任务的完成周期都要比你预计的时间要长 三就是任何事情如果有可能出错 那他就有极大的概率会出错 四如果你预感可能出错 那他必然会出错 所以如果要预防这些错误 那怎么样呢 换一个角度 墨菲定律就是在提醒我们 要从细致末节上重视出错的各种可能性 事先做好周全的预案将尽可能多的隐患 要扼杀在萌芽的状态 这就是墨菲定律的精华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就是说不要有侥幸心理 一定要自己有预想最坏的情况会发生 然后怎么去预防它 这就是墨菲定律的精华 先说好多了 但是这就是墨菲定律的VR 我来说的没有问题 餐厅 这就是墨菲定律的 好的 感谢观看